这样的区域早前的理疗很劳力 很多民众不明没睡着着山 当时看着出 甚至有人帮来站棚 虽然天气很冷 每个人看来都充满热情 要有拖帆没烧地 让人记住 与市政府和高风波观光局 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合广的二疗因素关华当 在早前五点半的骨盆营业会 在快乐欢喜的营业山中 当时立出的时间 市中六千里亚全翁二疗 与行政三千名民众 做会迎接今年的第一遍立出 比五个时间慢了十五分 日头慢慢走出来 二疗的日出是台湾独一无二 在全球也很难找得到像这样的地方 原因是因为它海拔很低 大概两百多公尺 就可以看得到云海 背景又是白鹅地形 当这个曙光出现的时候 就像是一副在国画里面 这个曙光出现 它气温不会冷 因为海拔低 气温不会冷 而且太阳是慢慢慢慢升起 不像有一些地方 天气冷风大 而且太阳用跳了一下就看不见了 这个地方是可以慢慢慢慢欣赏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特别 尤其如果三月份来的时候 白鹅地形上面的竹子是彩色的 那个景色更是不同 所以来到二疗看日出 常常不会让你失望 这个地方大概几乎每天 也都有几十台摄影机 摄影的同好都在这边取景 非常漂亮 那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地方 欢迎全国的好朋友 来迎接属于自己 新的一年的到来 我也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 四十五年 西拉雅管理处 日前帮你疑似一闻 忙碌尽闻比赛 邀请男女朋友 跟女朋友 祝望 赞出爱情双眼 最后邀请文中 临去上官的警察队 即将为彩业 早上立出席 告官日庭 丁明 跟台湾市长 软轻地做回贾扎的 比较立陶情 深情一闻 表达对彼处的 心不心爱意 刚好他知道 我这边有一个很美的日出 所以我们透过这次活动 出面来这边参加 真的觉得很智慧票价 就对了 那辛苦 怎样做到这个事情 我相信我女朋友 一定很兴奋 因为他终于又可以出国飞了 开心就好 非常开心 最后后的警察 再出处来看 医疗今年的 地病立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